立法院外巨马开始架设气氛速杀 莱猪表决大战平安夜登场 国民党备妥三千份有香肠供丸的卤肉饭便当 要在表决的前一天23号发放 要民众一起到立院外首夜抗莱猪 包括首夜的这些行动 国民党部分的话我想可能有些部分会有特别的安排 要施压立委党莱猪呢 国民党是号召民众在周四表决当天 就在立法院外同步掌握里头的状况 并且会一一点名是哪位民进党立委通过了莱猪表决 另外还会每小时绕行立法院一次 我们很遗憾民进党的委员们 还有民进党党团还是看不见民意 民意是会反弹的 从23号国民党立委叶素 24号表决当天绕行立法院抗议 48小时不断电 25号开始则由民间团体接棒 拿烛光以及同意开放莱猪的立委 黑白照片 夜间绕行立法院 民意反扑外传绿营立委的压力快炸锅 讨论的结果就是共同承担 那一起决定 那我们会挺过这一刻 共同承担立委的语气当中 听得出些许无奈 但要吃莱猪的民众们恐怕更无奈 记者张志谦成继台北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